听众朋友您好 在今天我们的天下好读 将要一起跟你分享的是 《灵芒点思维》 作者是朱利亚·盖勒福 她是应用理性中心 共同创办人 同时也是一位人气讲者 她的TED演讲 为什么你会认为你是对的 尽管你是错的 获得热烈的回响 并且以其中的核心观点 写成了这本书 今天的书斋是 打败情报单位与分析专家 一群业余的平凡人 如何做出超级预测呢 出错不代表做错事 当它是渐进式更新与修正 实事求是 政治科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 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 来衡量人们预测 全球事件的能力 结果令人失望 即使是所谓的专家预测 也只勉强 比随机的可能性好一些 就像泰特洛克著名的论述 一般专家的精确度 大概和直飞标的黑猩猩相同 不过也有例外 有一小部分人被证明是具有 预测全球事件的真正能力 泰特洛克称他们为 超级预测员 在由美国情报界分支的 情报高等研究计划活动署 Intelligence Advers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简称为IARPA 他们所赞助的预测比赛中 超级预测员 以高达70%的差距 轻而易举地击败了 顶尖大学的教授团队 实际上 超级预测员的表现 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好得多 尽管最初计划赛事 为每四年举办一次 主办单位IARPA 仅在两年后就排除了其他队伍 什么原因使超级预测员的表现 这么出色呢 他们并不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聪明 也没有比别人 拥有更多的知识或经验 超级预测员 大部分都是业余爱好者 表现呢 却甚至赢过拥有 多年经验优势的中央情报局 CIA的专业分析师 仅靠着Google搜寻 超级预测员的表现 就胜过中央情报局 高达30% 超级预测员之所以 如此擅长精准的预测 是因为他们善于犯错 超级预测员不断地在改变想法 他们的想法并不是每天剧烈的180度反转 而是在获得新资讯后进行细微的修整 预测比赛中得分最高的超级预测员 是位名叫提姆·明托的软体工程师 他在单一件预测中 通常会改变主意至少12次 有的时候会多达40次或者是50次呢 经常改变主意 尤其是关于重要的信念 可能听起来 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是蛮费力气的 但是就某方面来说 压力要比其他方法来得小 如果以二元非黑即白的思维来看世界 当遇到证据与你其中之一的信念是对立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这会有很高的风险 你必须找到摒弃证据的方法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做 你的整个信念就处在危险之中 相反的 如果以灰色的阴影来看这个世界 并且认为改变想法 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变 那么当遇到证据与其中一个信念 为对立的时候 这种体验就会大不相同 认清错误有助正确决策 当世界违反期望的时候 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问自己 我能相信自己还是正确的吗 超级预测员与他所犯的错误间 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 当他们的预测与目标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会回头重新评估流程 并且问 这将如何帮助我做出更好的预测 以下是一个例子 日本的晋国神社是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地方 一方面这里供奉许多过去战死的军人将士 另外一方面 这个地方也祭祀了上千名二战战犯 政治人物参访晋国神社 会被认为是外交上的失礼 IARPA 也就是美国情报高等研究计划活动署 在2013年的预测题目之一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今年会访问晋国神社吗 因为曾经有传言说 安倍计划造访 但是名叫比尔弗拉克的超级预测员 并不这么认为 从外交上来讲 安倍做这件事就好像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一样 并不合理 但谣言却是真的 比尔问自己 为什么会预测错误呢 然后意识到 哦 我想我真正回答的问题 并不是安倍会参访晋国神社吗 而是 如果我是日本首相 我会访问晋国神社吗 超级预测员更乐于思考 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 因为他们知道 分析错误是磨练技术的机会 比如说 不要想随便评断世界领袖 会与你做出同样的反应之类的教训 就如同能力的提升 将思想的武器库存升级 使你更聪明的前进 超级预测员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就比其他人有更高的准确性 他们的领先优势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超级预测员的平均准确率 每年增加大约25% 这篇书斋中 我们以超级预测员作为例子 进一步理解到 临盲点思维中的一个重要讯息 那就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地修改自己的观点 将更容易接受 与他们信念不一样的证据 其次 将错误视为磨练 预测精准度的机会 所以 出错不代表做错事 我错了 这样的经验是宝贵的 而不是痛苦的 以上书斋 斋自临盲点思维 由天下杂志出版